请把我的骨灰和它的埋葬在一起 石琪,这辈子我终于能留在你身边了 直到生命走到尽头 我才知道我辜负了一位暗恋了我69年的笑话同桌 如今我重生归来 一定不会再错过这位宝藏女孩 今天我们班转来了一位新学生 现在让他做下自我介绍 石琪第一时间没有说话 而是急切地寻找那位宝藏女孩 直至看到那熟悉的身影 大家好,我叫石琪 石头的石,七夕的七 石琪介绍完以后 夏华金让他挑个位置坐下 青霄,青霄别睡了,要上课了 琳雅见石琪朝着这边走来 戳了戳还在睡觉的夏青霄 请问这个位置有人坐吗 石琪看着他瞪圆溜的眼 只觉得非常可爱 没,没人 夏青霄脸蛋莫的一红 赶紧低下头 好帅,青霄他在看你 夏青霄小心翼地瞄了一眼石琪 四目相对 对眼顿时让他心跳加速 他居然真的在看我 这一上午的课下来 夏青霄一张小脸蛋都是红红红的 好了,下课 夏青霄急忙拉着林荫雅回家了 学校门口 石兰已经在等石琪了 小七,这里 这要是在以前 石琪一定会假装没听见 自己回去 妈,今天风大 你多穿点衣服 儿子这是在关心我吗 自从三年前和前妇离婚 一年后和余光在一起 小七就一直很排斥 石兰听到石琪的话 眼睛瞬间湿润了 妈,回家吧 我肚子饿了 回家,回家吃饭 你余光叔叔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车子驶入江城的一片别墅区 石琪刚下车 石兰便叫住了他 小七,余浩宇也在 你 石琪明白石兰在说什么 妈,我知道的 说完 母子二人便朝着饭厅走去 在厨房忙活的余光看到石琪回来了 急忙问道 石琪,新学校怎么样 还是硬吗 余光心里明白 这个妓子不喜欢自己人 而下一刻 石琪却笑着说道 新学校挺不错的 谢谢叔叔 余光和石兰一愣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谁是你叔叔 你可别乱攀亲戚 余光脸色一沉 浩宇,好好说话 就是你哥哥 我才没有哥哥 他不是我哥哥 于浩宇受不了自己爸爸这样对石琪那么好 余光气不打一出来 正要动手 叔叔 没事 浩宇还小 我来和他说 石兰和余光都惊得瞪大眼 放在以前两人早打起来了 小七 你懂事了 浩宇是弟弟 你让着他点 弟弟 走 门口聊聊 去就去 谁怕谁 石兰和余光担心两人会打起来 想跟着出去 妈 叔叔 别担心 我就和弟弟好好聊聊 看到使气出来 于浩宇摆好了架势 野蛮人就知道打架 于浩宇 打了两年了 还没腻 你别假惺惺的 你到底打了什么坏主意 你不用把我当敌人 你的家产 我一分钱都不会要 以后我娶媳妇 买房之类的 也不用你和叔叔操心 你要是不信 我可以写一张字条当作凭据 我就只有一个条件 于浩宇呆住了 还没反应过来 什么条件 就是我妈 这几年我妈对你怎样 对你爸怎样 你自己心里有数 你别忘了就行 说完之后 石七就进屋了 于浩宇沉思了片刻 也跟着进去了 吃饭时候 于浩宇更是破天荒的喊了声 阿姨 石兰激动地红了眼眶 吃完饭 石七回到了房间 找到高中三年的学习资料 上一世我韬光养晦 一鸣惊 这一世我摊牌了 我是学霸 我不装了 让老师喜欢 妈妈高兴 阿 好疼 夏青霄跑得很快 直接朝着石七的身上 撞了过去 快上来 夏青霄脸颊上 生腾起两堂红韵 干 你干嘛 不是快迟到了吗 怎么 还是觉得你跑得比我骑车快 夏青霄红着脸上了后座 快 快点 要迟到了 第一节就是下老班的课 迟到就完蛋了 真的要快点吗 夏青霄浑然没听出 这话语中的一丝野语 当然 好嘞 那你抓紧 石七提速前进 危险 你好好骑车 那你就乖乖抓好 夏青霄羞红着脸 老老实实抓住石七的衣服 没 没迟到 夏青霄和石七刚坐好 夏老班就晃悠悠地进了教室 青霄 你同桌又在看你了 不会吧 又在看自己 虽然理智告诉夏青霄 不能去看石七的眼睛 但还是没忍住看了过去 怎么了 没 没事 上课走神 这是最要命的 夏青霄 你来说说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夏青霄羞懒地站起来 朝着黑板上看一眼 却回答不上来 这么朗朗善口的诗句 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一天天在这里念什么书 一个个的 都要气使我 一片寂静中 一只举起来的手 格外瞩目 石七 你知道这诗词的意思 石七站了起来 顺带伸出手 将夏青霄拉着 坐回了凳子上 夏青霄一愣 他这是 在帮自己解围吗 此诗词出自星期级的 清月案 远西 全部的诗词是 东风夜 放花千树 吹更落 星如雨 他说话速度不计不许 侃侃而谈 而这句话的意思 则是我在人群中 找他千百回 猛然一回首 他却在灯火凌落的街头下 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说这话的时候 石七忽然低头 看向了夏青霄 他 他为什么忽然看向我 这感觉就像是 这话是故意说给我听似的 夏青霄心脏 像是撞入了一头小路 老师 我说完了 好好好 真不错 一看就是提前做过预袭的 这首诗可是要全文背诵的 你们都应该好好向石七学习 别一天到晚不把学习当回事 石七坐了下来 看到旁边的夏青霄 脸蛋红扑扑的 让人忍不住想要捏一把 第一节下课 夏青霄一把拉住 林荫雅就朝着厕所跑 青霄 我真的没有骗你吧 石七一节课都在看你 听见林荫雅的话 夏青霄嘟着粉嫩嫩的嘴唇 可是 他才刚刚转校过来啊 为什么要盯着我看 当然是喜欢你呗 咱们青霄长得这么好看 哪个男生不心动啊 你 你别乱说 人家石七长得那么帅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 青霄 我和你说 我今天中午和我初中同学出去吃饭 他高中就转到外省去念书了 你说巧不巧 就刚好是在石七原来的那个城市 夏青霄一愣 下意识问道 那他也知道石七吗 当然了 其实啊 我是想告诉你 你可千万不要喜欢上石七 我大同学说 石七以前念初中的时候 打架逃课 还因为女同学和别的男生打架呢 她肯定就是仗着自己心来转校生的身份 故意来逗你玩呢 你这么单纯 可别被她骗了 林荫雅浑然没有注意到夏青霄的神情 我还以为 她真的对我是特别的呢 青霄 快上课啦 咱们快回教室吧 回到座位上 夏青霄整个人都念念的 你怎么了 夏青霄原本想要问个明白 但是转念一想 话全都堵在了嘴里 一张小脸账的通货 石七同学 你的成绩看起来比我好 以后你能帮我补习吗 话一出口夏青霄就毁得肠子都轻了 补习什么呀 补习 这不是活脱脱的小白兔往大灰狼的嘴里送吗 夏青霄一张小脸蛋账的通货 急忙改口 这个 这个石七同学 你要是没时间 我有时间 只要你找我 我都有时间 天啊 夏青霄 你别想太多 他可是海王 渣男 从明天开始 每天放学食堂后面的名人员 我等你 夏青霄一颗心里小鹿乱撞 结巴的说道 上 上课了 妈 你不用来接我了 我可以骑车回去的 车子就留在学校里 明天早上我送你过来 今天晚上你叔叔说是有大事情要宣布 我赶紧带着你回去庆祝 石七脸色有些凝重 妈 咱们现在快回去 今天我是想和你们说件事 最近有个项目在隔壁市 我得去跟着 这钥匙做成了 咱们家的生活质量 那可就网上提了一大步 渔光难掩内心的激动 正要接着说 叔叔 你是不是准备和一个叫做 陈锋的男人去隔壁市做生意 渔光一愣 对呀 怎么了 他是不是和你说 现在游戏行业爆火 他手里有个前景超好的游戏 让你一起去投资考察 并且许诺给你80%的股份 上一试就是因为陈锋 导致渔光资金链断裂 一切化为泡沫 你是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 石七笑着说道 看消息看的 叔叔 陈锋这就是花大饼 已经骗过很多人了 好像赵氏企业的老总就是一个 你不信可以去问问 渔光赶紧到客厅 拨通了赵天的电话 喂 老赵 我问你个事 老鱼啊 不瞒你说 要不是舍不得我孩子 我是真不想活着 那陈锋就特么不是个东西 一通电话打完 渔光回到餐桌 石七 叔叔真的谢谢你 我原本打算今天晚上就要打钱给陈锋那家伙的 幸好你说了 否则的话 我这辈子的心血可就全完了 石兰和于昊宇这回 也是后知后觉反应了过来 叔叔 你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 我可以提一个条件吗 你说 应该的 我记得 公司下面的厂要扩建了吧 新厂的选址还在选择中 渔光没想到石七这个都知道 是啊 还没找人去嫌长纸呢 这几天都在忙陈锋的事 幸好有你的提醒 不然到时候资金全被骗走 长纸都买不成了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的条件就是 让我去选职 渔光高兴坏了 心想石七这是真的打算承认自己吗 行 明天我就把闲长纸的任务给你 钱都在公司的账户里 明个去公司里任一圈 人和钱你随意掉 谢谢叔叔 吃完饭 石七回到房间 记得2020年 江城市的市政府会搬迁到 被称为空村的红兴村 一夜之间红兴村成了拆迁报复起来的村子 这一是 想要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就从红兴村上下手 正式文件将会在五天后颁布 我得抓紧时间了 清香 今天中午我不能和你一起回去了 我妈来接我去外婆家吃饭呢 好 那你路上小心 说完之后林英雅就走了 石七看着一脸疑惑的夏清潇 上课没听懂吗 夏清潇翘脸一红 嘟着粉嫩的嘴唇 嗯 物理老师说话我都听不明白 上课就更听不懂了 物理老师说话 夹带着一点方言 上课的确容易出息 你过来 我给你再讲讲 说着 石七将夏清潇的书拿了过去 准备再给他讲解一下 夏清潇却脸色猛的一遍 不 不要 天啊 那里面可是装着我上课开小差的小秘密 这要是被发现了 石七这会儿眼神看着夏清潇越发温柔 画得不错吗 这 这是我哥哥 石七似笑非笑道 你哥哥原来也在上物理课 好巧啊 对 我哥哥可帅了 和我一样大 他说他今天也有物理课 石七强忍着没笑出来 好了 今天上课的内容 我给你再仔细讲一遍 夏清潇宁急精神 仔细听着石七讲解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夏清潇说着猛地抬起头 没想到的是 两人原本距离就近 差点没亲上 夏清潇的一颗心 开始疯狂跳动 好看吗 夏清潇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说道 好看 石七嘴角慢慢上扬 夏清潇总算是反应了过来 脸色墨地一红 站起身跑出了叫 师父 去红星村 为了看起来不是很智能 石七特意将校服换了 哥哥 你来干什么呀 一位小男孩 好奇地看着石七问道 我找村长 村长在吗 我爷爷就是啊 说着 小男孩转身大声喊道 爷爷 爷爷 有人找你 一位老人三步并坐两步 朝着石七走来 你是谁 找我什么事 石七拿出余光给他的任聘书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您看看 老人从石七的手里 接过了人聘书 仔细看了看 原来是做洗护用品的 鱼室企业 村长顿时笑了起来 邀请石七去村委会里坐 石七看时间还够 刚好也可以初步 探探这些人的口风 就跟在了村长的身后 去了村委会 妈 我上学去了 去吧 路上小心 记得要认真念书啊 知道了 让石七补课 夏清潇后悔的肠子都清乱 怎么还不走啊 有什么事吗 夏清潇嘟了嘟嘴 是这样的吗 我以后晚上放学 可能会回来的晚一点 怎么了 和同学约好去玩吗 不是的 我不是新来了一个同桌吗 他成绩挺好的 我求了他帮我补课 秦连眸光一亮 那是好事啊 这说明我们家清潇长大了 知道要学习了 夏清潇一张小脸账的通红 可是 可是他是男的 夏清潇是指望妈妈直接拒绝 这样的话 自己就有理由去拒绝时期了 清潇啊 妈妈又不是什么老古董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没事 好好学 你要是成绩上去了 妈妈可真的得好好感谢 感谢你那新童桌呢 夏清潇愤愤地嘟着嘴去上学了 天啊 第一节是体育课 上次老师说这一次 好像要做体育测试 夏清潇一张小脸蛋顿时垮下来 走了走了 去上体育课了 操场上体育委员孙伟 正在喊人集合 夏清潇却在人群中 寻找石器的身影 就在准备开始清点人数的时候 石器这才走进了队伍里 哇 真的好帅啊 穿着校服校裤也好帅 是啊 这么一看 我们把男生压根就没法比啊 一群女生们嘻嘻哈哈地讨论 夏清潇想问石器怎么来得这么晚 扭头的一瞬间 夏清潇脑子一片空白的呆愣住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夏清潇赶紧转过头 不敢去看石器了 好了 大家集合完了 这节课大家都要进行一次体育测试 男生引起向上 一分钟十五个 女生仰卧起坐 一分钟三十个 体育老师说完 下面一阵哀嚎 老师 三十个仰卧起坐不是要人命啊 少一点啊 是啊 这三十个仰卧起坐下去 明天我肯定起不来了 老师 好不好嘛 就少一点 二十五个行不行 女生们向体育老师撒娇 倒是男生们互相交谈 尤其班里有新衣女孩子的 那可是硬着头皮也要撑下去 十五个算什么 二十个都不在华下 吹牛批不打草稿呢 你王大宝 老师 王大宝请求一个人一分钟做二十个 体育老师笑着说道 好 那现在男生女生分组 体育委员去女生组计数 男生跟我过来 体育老师招呼着男生们排队做引体向上 怎么 谁先来啊 一分钟十五个引体向上 这对于男生来说还算是很有难度的 我先来吧 十七 这个有点难度 让王大宝先上没 他二十个呢 我还有点事 先考核没事的 十七可没忘记 老师说体测的时候 小兔子那一脸无措着急的神情 那行吧 就指望你来个开门红了 体育老师让十七走到单档前 行 准备了 开始 一声令下 看着十七做引体向上的节奏居然这么稳定 可以啊 坚持住 周围一圈班级里的男生 帮着十七计数 十六 十七 十八 众人越喊越惊讶 二十一 好 时间到 一分钟二十一个 无疑是班级男生中最好的数字了 可以啊 十七 体育老师笑着夸赞着十七 老师 那我先自由活动啊 行 但是有一点 不能出了这个操场 知道 说完 十七就走向女生考核的方向 好了 下一组 孙伟催促着 林荫雅请假没来 夏清潇还没找到人压腿 那个 那个 你能不能 可以 夏清潇一愣 我可以帮你压腿 夏清潇这才猛地反应过来 可是 我是想请石莉莉帮我压腿 夏清潇一张小脸蛋顿时这样的通过 正准备解释 十七已经蹲了下去 来 准备开始吧 旁边女生发现了夏清潇这边的情况 开始起哄 十七居然帮夏清潇压腿 他们俩不正常 很不正常 不是 这也发展得太快了吧 十七不是才刚来吗 好了没有 我要开始计时了 孙伟 摁下了秒表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七帮着夏清潇计数 二十个对于夏清潇是一个卡 坐 坐不动了 就在夏清潇准备放弃的时候 还有最后十个 夏清潇 你可以的 夏清潇榨干最后一丝力气 在十七的鼓励下继续做了起来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七继续数着 二十八 二十九 时间到 报数 三十个 十八个 大家都在抱着成绩 轮到夏清潇了 三十个 好 统计完毕 孙伟宣布这次考核结束 起来吧 夏清潇挣扎着想要起 然而却忘了 刚才他做仰卧起坐用力过度 腰部酸痛的不行 整个小身子就直直地往后倒去 小心 十七手臂强烈有力地拦住了夏清潇 谢 谢谢你 夏清潇一张脸上的通红 站起身就跑了 一下午的课 夏清潇都上得浑浑噩噩的 好 下课 最后一节课下课后 班级里爆发一阵欢呼声 毕竟明天就是周末了 纯纯 明天来我家吃牛肉烧饼呗 王大宝对着徐纯纯发出邀请 周围人开始起火 我明天约人了 不去 说着徐纯纯就跑没影了 夏清潇正犹豫着怎么开口拒绝掉晚上的补课 手几乎地震动了起来 清潇 你能来我家陪陪我吗 我外婆过世了 这个消息让夏清潇一愣 阴雅你放心我马上过来 夏清潇说着 转身抬头看了一眼时期 今天晚上就不能补课了 阴雅他外婆去世了 我得去陪他 电话内容时期自然也听见了 但是他也没忽略小白兔眼里那猛的松了口气的神情 好 那我先走了 今天大概在村里问了一圈 大部分人都乐于将土地长期出租给我 连带着屋子一起卖给我当厂房 但是极少数的刺头总希望得到更多的赔偿 时期正思考下一步的计划是 请进 于浩宇手里拿着东西走了进来 爸爸让我过来给你送一点牛奶 还有一个牛肉饼 爸爸说让你多少吃一点 不然对胃不好 于浩宇说完 有些心虚地看了一眼时期 生怕时期误会 这些都是爸爸让我送来的 你不要多想 不是我给你的 我知道 时期笑了笑 看着于浩宇说道 作业做完了吗 早就做完了 于浩宇脱口而出 说完之后又暗自懊悔 我先走了 于浩宇说完赶紧转身出去了 时期看了一眼牛肉烧饼的包装纸 王继正宗牛肉烧饼 时期念出这几个字的时候 脸色一变 似乎想到了什么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上辈子 这个王继正宗牛肉烧饼 上了美食节目后 开始火遍全国 明天问问是在哪买的 时期想到上辈子的遗憾 在这辈子都能一一得到圆满 心脏跳动的愈发有力起来 明天周末 我得去于是企业一趟 找几个人出来 将厂房购买的事情 给解决完毕 毕竟距离政府出批文的时间不多了 我的身体好真呢 前几天公司里刚刚查过 倒是你 最近不总是说上厕所不规律吗 可不能忽视啊 我那都是老毛病了 都是之前落下的 没什么大事 你胃不好 要去仔细查一查才行 还没等余光继续说 时期急忙走了过来 妈 这次检查你要去的 我带你去 时蓝一愣 毕竟以前时期从来没提过这事 小七 妈真的没事 就是这几天着凉了 吃了点荤腥 忌口几天就好了 不行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妈 这次你一定要去做肠镜检查 余光原本就想让时蓝去做检查 当下听见时期这么说 是啊 儿子的话你要听 你就去做个检查吧 时蓝剑实在是执拗不过 行行行 那就做肠镜 做完就回来 我先去收拾一下东西 你等我一下 见时蓝答应去做检查了 时期这才放心 上一世的时蓝就是得了肠癌走的 小七 咱们走吧 做肠镜还得将体内排空 时蓝喝了药之后 就一直在就诊区域等着 时期则是拿着手机 站在外面拨通了余光的电话 小七啊 有事吗 叔叔 是这样的 今天我想将长指的事情弄好 你能从公司里帮我找几个人出来吗 我等会儿带妈妈检查完 就去公司领人 是这个事啊 没问题 公司里最近刚好来了几个新人 我把人给你喊来 你用用看 两人紧接着又在商量一些细节问题 具体也就是那些难缠的刺头 此时夏青霄在不远处正看着时期 而且隐隐约约听见了什么刺头 找茬 闹事之类的 夏青霄还想在听听的时候 林荫雅从夏青霄的身后出现 青霄 怎么了 你在看什么 夏青霄被吓了一条 没 没什么 对了 你外婆的东西收拾好了吗 夏青霄是陪着林荫雅一起过来收拾她外婆东西 没想到碰见时期了 没呢 我妈妈还在收拾 不过马上就要好了 夏青霄赶紧安慰她 只是仍旧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时期 终于到我了 石兰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七 妈妈去做检查了 你就在外面等我 别乱跑 听见了吗 好的妈 你快去吧 石兰这才匆匆忙朝着长径室内走去 做长径时间很长 大约一小时后 石兰才出来 时期看石兰脸色不对 急忙问道 妈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石兰吓了一跳 儿子 没大毛病 就是说有个小西肉 当听见小西肉的时候 一切还来得及 石兰只觉得那种强烈 失而复得的感情在胸腔里澎湃 妈 咱们去看看主治医生怎么说 主治医师仔仔细细地看了石兰的检查报告 这西肉要不要处理也看个人 我们是建议处理掉 虽然不能确定它百分百会发生病变 但是这种概率还是有的 一旦病变的话 那就很麻烦 后续结果也很不好 石兰赶紧说道 那就等一段时间再看看吧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大问题 应该没什么事 石兰刚说完 石兰却已经极其认真地盯着医生开了口 我妈妈选择做手术切除 而且越快越好 石兰忽然开口 而且语气坚定地不容拒绝 不仅是石兰 就连医生都有些诧异 这件事我们还得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听医生这么说 石兰看向石兰 妈 听我的 直接做手术切除 毕竟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这留在你身体里 就是一枚定时炸弹 石兰看了看石兰 医生不都说了吗 病变的概率很小 我也不是不做手术 就最近公司里忙 忙完这段时间 我就来检查做手术 好不好 重活一世 石兰绝对不会再因为侥幸心灵 让悲剧重演 妈 你也都说概率很小 但是不代表这概率不存在 万一呢 你要怎么办 要我怎么办 要余光叔叔怎么办 想到上一世的种种 石兰红了眼眶 傻儿子 哭什么 妈妈做手术就是了 听见石兰选择了做手术 医生也露出笑意 那行 既然要尽快的话 我建议今天就住院 这样 本宫办理了住院手续后 石兰打了个电话给余光 余光原本还在公司里开会 得知石兰的住院消息后 立刻就来医院了 兰兰 怎么了 怎么回事 余光赶紧朝着石兰走来 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没事 就是肠细肉 我原本想回公司再忙一段时间 过来做手术的 可是小七非不让 石兰有些害羞 虽说自己和余光在一起 基本上认识的人都知道 但是两人还没领证 如今又是在石兰的面前这么亲热 石兰害怕石兰不高兴 叔叔 既然你来了 那我就先去忙长旨的事了 今天约了人台 时间快到了 石兰有些吃惊 石兰非但没有不高兴 反而给两人让出了二人室 石兰走出医院 打车直奔于是起 闻然没有察觉到 一个跟着自己 从医院出来的身影 石兰到了公司门口 拨通了负责人的电话 喂 谁啊 石兰 这次选长旨的负责人 哦 是你啊 行吧 人都给你背齐了 自己过来令人吧 我已经在门口了 石兰环顾了一眼公司门口 别说是人了 连个鬼影都没看见 这些人 看来很不服气啊 那么让人瞎来 电话那边随意应到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不一会儿 三个人影从公司里出来了 你就是石兰啊 说着 她转身和身后的两人笑了笑 这就是咱们的孝石纵 年纪轻轻 本事挺大 石兰只是淡淡扫了她一眼 却成功让她闭了嘴 后来后来 跟着孝石纵去靠茶靠茶唱字 就闷着那和你们舍的那样靠茶 别看见不散不私的地方 就要钱于 拱死要死赔钱了 你们两刻赔不起 两个年轻人对着中年男人点点头 而后这才走到了石兰的身后去 而此刻 不远处偷偷跟着过来的 夏青霄吓得捂住了嘴巴 果然 这分明就是要约嫁呀 夏青霄这会儿紧张极了 见三人上了一辆出租车后 她赶紧也拦了一辆出租车 叔叔 跟上前面那辆出租车就行 好嘞 小妹妹 那是你男朋友啊 夏青霄这会儿着急的不行 也顾不得司机究竟在说些什么 叔叔麻烦快一点 一定要跟紧啊 好嘞 小姑娘你坐稳了 三人下车后 石器拨通了村长的电话 自从昨天石器到了红兴村后 村长就连夜召集了村子里 仅剩的人家开了会 就等着石器来呢 走吧 两名小年轻这会儿正惊讶呢 毕竟这里太落后了 两人面面相取 想起来的时候主管特意吩咐 石器走了两步 见两人没跟上 怎么 余总交给我的任务 你们不想执行 两人当下脸色一变 赶紧跟了过去 石器这边三个人 而村委会的办公室里 人群却密密麻麻的高声交谈 你要卖我们的地 这家太少了 对假 我们村地可值钱呢 怎么说也得加上一点吧 等到众人吸嘴巴舌说完之后 石器这才开口 说完了 一瞬间房间内鸭雀无声 我想你们最好要弄清楚一点 红兴村的地 我可以买 也可以不买 你们要是不愿意 大可以拒绝 我并不差你哪一块地 石器说完 一群人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想要就地起价 那得看看你们手里 有没有这个筹码 红兴村的地 按照普通征收的价格 是三万六一亩 我给你们四万一亩 上面的房子 一撞十万补贴 怎么 这还不够 在场众人呆在原地 都没再说话了 说着 石器拿出一张合同来 我也不强求 这是征收同意书 你们要是愿意的话 在上面签名 我明天就会派人过来量土地 一策量完 征收款立刻到账 原本还争执着的场面 这会儿出奇的安静 刺头只有两个 大多都是沉默的 我先签字 不知道是谁忽然开了个头 然后签了自己名字 土地卖了 刚好老子也去 儿子买的房子里做 想倾服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接二连三的人 开始在征收同意书上签了字 跟着的两个小青年 还没反应过来 两人焦急的 想要说些什么 这件事 叔叔交给我全权处理 我想选择位置的权利 我应该有吧 明天 你们过来监督土地测量 说着石器就往外走 身后两个小青年 原本愣在原地 等到反应过来后 也赶紧追了出来 夏青霄吓了一跳 赶紧跑出来 对着石器大喊 石器 小心 石器 小心 他们要打你 夏青霄说着 不知道踩到了什么 朝着石器扑了过来 石器伸手将他给抱住 有哪里摔着了吗 没 没有 石器看向 站在身后的两个小青年 石 石负责人 这是 这是误会 夏青霄一愣 石负责人 多的我就不说了 你们回去就说 这是我做的决定 晚点我会和叔叔说 两人点点头 就先离开了 放 放我下来 那你站好了 夏青霄 小青霄脚刚接触到地面 啊 疼 夏青霄顿时疼得眼中泛累 怎么 你要自己走回去 你确定 夏青霄不说话了 石器抱着 夏青霄往村子外走 你 你累吗 不累 要是早知道会被石器抱着 早上就不该吃一碗馄饨和两个包子了 糟了糟了 他该不会觉得我很胖吧 红星村比较偏僻 打车比较困难 好不容易等到一辆出租车过来 两人上了车 哟 小姑娘 是你啊 听到熟悉的声音 夏青霄有些发愣 怎么 捉肩捉着了 夏青霄和石器呆住了 小伙子 人家小姑娘也真的是不容易 追你都追到这里来了 你以后可得好好对人家嘞 石器没忍住笑意 看向夏青霄 我就是随便找个借口搪塞一下 我真不是 没事 看着夏青霄羞难的小模样 石器顿时没忍住笑了 然后弯下身子 朝着夏青霄的脚抓去 你 你干嘛 我帮你看看脚踝 要是伤了骨头就麻烦了 夏青霄这会儿也不好拒绝 当下仗红着脸 骨头没事 回去开水热敷一下 贴膏药就好了 谢 谢谢你 夏青霄仗红了脸 赶紧就想要将脚给收回来 别动 我帮你揉揉 揉一揉好的快些 这会儿车子也驶入了市区 你们俩在哪儿下车 你的脚扭了 我先把你送回家 你现在不方便上楼 十分钟后 出租车停在了夏青霄家的小区门口 那我就回家了 你站这里等等 我区区就来 你别乱动 不一会 石器手里拿着一个药带回来了 这些药物的使用说明 我都用笔血了放在袋子里了 你回去看一看 都知道怎么用了 说着石器再次抱住了夏青霄 家在几楼 我 我自己可以回去 小区里有电梯的 石器原本还想要坚持 石器 要是被我妈看见就完蛋了 我真的可以 那你小心一些 后天我会来接你上学 剑下青霄安全进了小区 石器这才打了一辆车去了医院 石兰这会儿在休息 余光看见石器进来了 石器 闲职弄得怎么样了 选在了红星村 今天合同已经签好了 明天就可以交接了 这么快 余光倒不是觉得红星村不好 而是惊讶石器的速度 叔叔你先去忙吧 我来照顾妈妈 公司里确实还有事情忙 余光点点头 然后离开了医院 青霄 妈妈送你去上学吧 你这脚不行啊 妈妈 真的没事 不疼了 我打车过去就可以 你最近不是补习班招生吗 别耽误了 这几天阴雅又不在 你出小区门口打到车 给妈妈打个电话 知道吗 知道了妈妈 夏青霄出了小区 回头看了看 秦连没跟出来 这才松了口气 石器 他果然在 脚好些了吗 好 好多了 夏青霄这会儿有些害羞 快走吧 那你坐稳了 班级规定不能带早餐进去吃 夏青霄只能现在吃了 明天我可以自己去学校 夏青霄说话有些含糊不清 妈妈给了我打车的钱 我可以自己打车去 石器没听太清楚 下意识地应了一句 嗯 身后的夏青霄 啃肉包子啃得正香呢 嗯 怎么了 石器只感觉到背后 传来了一阵滚烫的温度 是不是把我衣服弄脏了 嗯 对不起 我一定会帮你洗的 没关系的 一件衣服而已 十几分钟后 两人终于到了学校 石器扶着夏青霄 慢慢地走向座位 哇塞 石器 你怎么和夏青霄关系这么好啊 我真的是一条柠檬精 三思我散了 夏青霄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火 石器 你衣服怎么了 后面两大块好增啊 没什么 不小心凑到脏东西了 一早上的自习夏青霄都心不在焉 下课后 教室里同学们一个个聊着这个周末发生的去闪 石器 你能把你衣服脱下来吗 夏青霄说完才觉察到这话说的有多暧昧 夏青霄 你怎么喊石器脱衣服啊 哈哈 你这男女有别啊 幸好齐震的声音不大 没多少人听见 不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不小心把石器衣服弄脏了 想帮他把衣服洗干净 只是这解释 简直是越描越黑 石器站起来 直接挡住了齐震的视线 伸手准备脱衣服 你 你干什么 不是你让我把衣服脱下来给你洗吗 那你得赶紧找件衣服穿上啊 夏青霄急坏了 齐震被两人给逗笑了 石器 你试试我的 咱俩差不多高 衣服应该能穿 谢了 石器换完衣服 把 把衣服给我 夏青霄一把从石器手里接过了衣服就跑了 怎么 你喜欢夏青霄啊 怎么 有问题 喜欢夏青霄 那你可就要小心了 据我所知 它就是个小木头脑袋 你要是喜欢它 估计得有一段时间人家才能明白你的心意 上一世时期无心恋爱 对于这个同桌并不是很了解 天啊 终于洗干净了 看见手里洗干净的衣服 夏青霄终于松了口气 走吧 青霄 马上就要上课了 嗯 走吧 等会儿咱们就看看 这险进来的第一个 能不能成功甩进咱们王大宝的怀里 要是男生就算了 这万一要是来了个女生 咱们大宝就变成艳福了 几个男同学躲在门背后 让王大宝站在讲台旁边 等门开了 半岛第一个人 都上课了 小妮子怎么还没回来 石七下意识地朝着窗外看去 夏青霄为了赶时间 走在最前面 石七脸色一沉 站起身来 大步朝着班级门口走去 夏青霄已经到门口 伸手猛的一拨 啊 夏青霄拽住石七的衣服 然后就听见了 刺来一声刺耳的声音响起 石 石七 夏青霄居然一把 将石七身上的校服给拽开了 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石七直接将衣服脱了 我的校服 没事 我赔给你 班级里缓过神来的众人 顿时哈哈大笑 怎么了这是 实际你不穿衣服 像什么样子 还有你这校服怎么回事 一群人顿时不说话了 刚拖了地 地上滑 夏同学滑了一下 差点摔跤的时候 拽住我校服了 校服质量不太好 明我让人做几套 一模一样质量好点的校服 班级里同学都有 这样大家摔跤的时候 就不会像我一样了 你别笑 这话说的 不仅是班上同学 就连班主任都没忍住笑 自己不小心仔细点 还怪咱们班校服不好 我看你是胆子肥了 班主任说完 然后摆摆手 还不赶紧回座位去 一个个的 想上来讲课啊 几人心中长舒一口气 然后齐刷刷地回了座位 王大宝说完 班级里顿时爆发一阵欢呼 纯纯同学 明天晚上来我家吃烧饼呗 我家烧饼可好吃了 纯纯这会脸蛋红红的 凌云去我就去 王大宝又一脸认真的邀请凌云 凌云 你爱我家吃烧饼呗 你家有不辣的烧饼吗 有 有破辣子夹不夹都随你 可香啊 那行 我和纯纯都去了 两节英语课 一节数学课 夏清潇都觉得头疼 没听懂吗 没有 你听懂了吗 不是很简单吗 一会给你讲讲 就在这里吧 先 先补习什么 夏清潇小声问道 时不时的四处看吧 生怕有人看到 过来 好好看书 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 持有高考 夏清潇一顿 对了 对于你们女孩子来说 嫁人也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时期已有所指 只可惜夏清潇没听懂 谁说女孩子一定要靠男人的 靠自己一样能行 那还不过来赶紧学习 小脑袋瓜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夏清潇翘脸一红 我才没有想什么呢 时期看了一眼就看见夏清潇书上挤满了的自己 没忍住摇头一笑 你在笑什么 我笑 不是因为你做笔记这个行为错了 而是 你这就完全没必要将每个公式都抄下来 你只需要记住这个主要公式就行 然后这些经过简单的互换分子就能够推倒出来 原来是这样啊 夏清潇惊喜地抬起头 眼睛一生灰地看着时期 难怪我每次都有那么多公式要记 简直是太难了 就算是打小抄我都打不完 时期的瞳孔微微一缩 有件事咱们得先做了 什么事啊 夏清潇疑惑地看着时期 你带剪刀来学校干什么 你这刘海再不修剪的话 眼睛都要被遮坏了 嗯 我的刘海 他怎么会这么在意 夏清潇正害羞地准备低下头 却没想到时期的手朝着他的下巴伸了过来 你 你要干嘛 夏清潇只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蹦了出来 我要帮你剪刘海 你在害怕什么 一时间夏清潇的小脸蛋红了又红 你 你过分了 哼 我想到了一个很适合你的发型 说着时期就开始给夏清潇剪头发 不知道过了多久 时期终于落下了最后一刀 好了 时期的视线牢牢地落在了夏清潇的身上 子 怎么了 夏清潇脸红着低着头 想要避开时期的视线 时期却伸出手 在他的脸蛋上轻轻捏了捏 很好看 谢 谢谢 夏清潇赶紧硬帮 然后转过头 快点讲解吧 天要黑了 回家晚了 妈妈会担心的 时期也不准备再剁这小衣子了 好 不知道过了多久 时期终于将今天下午的一系列重蓝点给讲解了 英语语法你了解了之后 剩下最重要的就是得背单词 今天回去背单词 一共三十个 明天过来的时候我会听写 啊 三十个单词 我肯定背不下来 刚才谁口口声声说女人不用靠男人一样过得很好的 怎么 这么快就泄气了 被时期这么一击 夏清潇顿时拌起小脸蛋 背就背 明天正好英语老师要听写 到时候你看看咱们俩是谁写对的多 就在两人走出明人园的时候 不远处的小树林内 忽然传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声音 什么声音 时期还没来得及阻止 就听见了夏清潇一声尖叫 夏清潇这块腿都还没好利索 就连走呆蹦的飞快逃出了明人园 紧接着 就看见一对男女从小树林里跑了出来 看什么看 男人说着 就拥着女生离开了 夏清潇估计是受了刺激 一张小脸蛋仍旧能够看得出来红韵不满 见到时期骑着车过来 低着头不去看时期 走吧 时期无奈地拍了拍后座 不是说回家晚了会挨骂吗 还不走 我自己打车回去 我送你回去比较放心一些 天黑了你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 哼 最大的危险难道不就是你吗 我才不怕危险 我打车回去很安全 夏清潇态度坚决 脸蛋通红 说什么都不愿意坐时期的车 时期也没办法 帮他喊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扶着他小心翼翼地上了车 又叮嘱师傅他的腿脚美好利索 一定要将车子开进小区楼下才行 最后时期直接将前付了 师傅 那就麻烦你了 好嘞 你放心 你这小女朋友 我肯定帮你送进小区 看着他进电梯我才出来 说完车子驶向夏清潇家的方向 坐在后面的夏清潇 文言脸蛋红红的 我 我才不是他女朋友呢 我懂 那可不就是在追求期吗 姑娘啊 要我说你就得这么拿着他 男人都是这样 得到了就不珍惜了 况且你现在还小 还在念书 可千万别谈恋爱啊 我 夏清潇回到家里的时候 秦莲还没回来 他跑到卫生间 去看石器帮他剪的刘海 这 这真的是我吗 为什么看起来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似乎是漂亮了很多 就在夏清潇有些发愣的时候 外面响起了开门声 是秦莲回来了 清潇 妈妈买了香蕉苹果 你带着去学校吃 明天天气预报说晚上会下雨 等秦莲看到夏清潇的时候 顿时一愣 你这刘海谁帮你剪的 听见秦莲的话 夏清潇赶紧捂住刘海 怎么了妈妈 是不好看吗 就是觉得好看才问 比我之前剪的好看多了 在哪个理发店剪的 这钱花的值啊 夏清潇涌出一股难以遏制的欢喜 他微微低着头 是我同桌剪的 今天补课的时候 他说我头发太长了 遮住了视线 就顺手帮我剪了下 你那同学可以啊 有空带他来家里玩啊 妈妈给你们做好吃的 虽然知道秦莲是为了感谢时期 但是夏清潇却莫名觉得脸颊发疼 妈 我去背单词了 秦莲 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秦莲笑着问了一句 心中越发觉得欣慰 女儿这是知道要念书了 懂事了啊 夏清潇顶着这个刘海 出现在单机里的时候 引起了不少轰动 秦莲 你这刘海好好看啊 哪里剪的 原来秦莲 你的眼睛这么好看啊 这发型简直太适合你了 夏清潇还从来没有 被这么多人围观过 脸蛋红红的小声说道 是我妈妈帮我剪的 哇塞 阿姨手艺真好 赶明儿咱们组队去 求我阿姨剪刘海啊 围着夏清潇的一群女同学们 直到快上课了 这才回到座位 秦莲 你就老实说吧 你这刘海一看 就不是阿姨的手艺 夏清潇低声咳嗽了两声 她就知道瞒不过林音阳 是十七帮我剪的 天呐 居然是 小声点 要是被听见就完了 我的天呐 十七居然还会剪头发 重点是她居然帮你剪头发 清潇你可以啊 聊汉第一人啊 你够了 对了 你这两天没上课 笔记我都放在你抽屉里了 还有啊 体育课你没考试 你得重新考核 反正我都过不了 你也一直陪着我 咱俩这是落难剪梅花 夏清潇有些小得意地看着林音阳 不是吧 夏清潇你过分了啊 你居然抛弃了我们的革命友谊 你怎么能偷偷一个人过了测试啊 你放心 你也一定能过的 加油 最后上课林长 夏老班站在讲台 环顾了一眼教室 发现十七的座位是空的 怎么回事 那座位是谁的 人呢 夏清潇皱起眉头 有些担心地看了一眼十七的位置 老师 那位置是十七的 夏老班文言眉头一条 十七他是知道的 据说在每科老师那里都表现不错 报告 你在门外站着 这次就算给你个教训 夏老班说完继续上课 十七也没辩解站在走廊里 看着窗外的风景 重生一世 很多人都和印象中的有了太大的区别 我的记忆是不是出现了错误 印象中班级里的同学并没有这么友善 似乎所有人都对我抱有敌意 看着这些曾经熟悉 却从来没有仔细去看过的景象 十七忽然发现 原来人还是当年那些人 不过是我重生一世 心态发生了变化 当年的我敏感自卑 好胜心极强 或许别人一个随意的眼神 我都能够理解成为恶意 如今想想 除了好笑之外 更多的则是轻松 这个世界 原来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劲 同学们很可爱 夏青霄也是 教室里 夏青霄正偷偷地往外看着十七 夏青霄胸腔里的这颗心 开始疯狂跳动起来 老师 我想上厕所 行 快点去吧 夏青霄走出教室 看到思绪飘远的十七 来看我的 夏青霄有些心虚 小脸蛋不受控制地红了起来 我 上 上厕所 说完夏青霄朝着走廊镜头的卫生间跑去了 夏青霄 有点出息 别脸红了听见没有 夏青霄用手沾了一点凉水 在自己的小脸蛋上拍了拍 心中反反复复默念着 然后鼓足勇气 强装淡定地朝着走廊走去 过来 他这是在喊我过去吗 万一有人看见了怎么办 不要 下一刻 夏青霄猛地瞪大眼 甚至还来不及惊呼 一只手压在了他的嘴唇上 别出声 会被发现的 他 他 他在干什么 他的手放在了哪里 石七这是在抱着我 石七伸出手 将夏青霄脸上的水珠一一擦去 下次不许用冷水洗脸 夏青霄此刻大脑一片空白 擦去水珠后 石七就放开了他 夏青霄一路亮亮呛呛地回到座位上 一直到下课都没缓过神来 青霄 石七来了 夏青霄低着头 不敢和石七对视 青霄 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事 我只是有些犯困 林英雅也是神经大条 压根没发现夏青霄这随意扯的借口 我原本不想给你看的 怕你酸 但是这会儿我想想还是告诉你好了 这样你就不困了 说着 林英雅抽出了一本包装精致的写真来 这是 这是波波的写真 你什么时候买的 这可不仅仅只是写真哦 这可还带了波波的签名 你看 我是柠檬精 我酸了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周围的女同学们当听见林英雅居然有了波波签名时 我的天哪 林英雅 你到底怎么弄到这个签名的 你快说 快快快 给我看看 我想看 女生们总是这样 高中时候都是追星狂魔 提起自己喜欢的明星能够凑在一起说上半天 一天课程上完 王大宝就在教室里招呼了 来来来 大家伙 去我家吃烧饼啊 我妈今天可是准备了一天 就等你们去了 王大宝说着笑嘻嘻地朝着徐淳淳就凑了过去 淳淳 坐呗 我今天骑了小店里来 后面刚好有座儿 带你过去 好准能吃到第一个新鲜又热和的烧饼 徐淳淳闻眼脸淡一火 我和林月一起骑自行车过去 王大宝笑了笑 挠了挠头 转身招呼其他同学去了 十七 一起骑你估计还不知道王大宝家在哪里 我带你过去啊 好 十七上辈子对王大宝这个同班三年的同学都没什么印象 走吧秦霄 咱们也去 免费的牛肉烧饼 不吃吧不吃 好 我和你说 王大宝家的那烧饼啊 真的是绝了 非常好吃 十七 你没吃过 等会儿 哎哎哎 小心 夏秦霄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居然就被十七胡伦捞起来了 啊 你干嘛 等到夏秦霄缓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稳稳当当落在了十七的后座上 这 这特么才是真的骚操作啊 秦霄 你家十七简直是能有力爆棚啊 太特么帅了 夏秦霄羞的脸蛋一片通红 他 他才不是我男 啊 夏秦霄正准备反驳 却不曾想十七猛的提索 夏秦霄整个人往前一爬 直接抱住了十七的腰 我带他先走 你们慢慢来 十七骑着车 头也不回地对齐震说道 齐震和林莹雅互相对视野 眼中都是感慨 这特么才是真的两妹高手啊 哦 白娘 烧饼好了姆佑啊 给我来两个 今天不卖烧饼了 我儿子生日 同学们都要过来 您明天再过来吧 到时候我给您留两个 实在对不住了 原本等着烧饼出炉的众人们 一脸 妈 哎 大宝回来了 这上了一天课可够辛苦的 饿不饿 吃个烧饼吧 要不要喝点水 王大宝本就是谢兰芳和王长根的独子 再加上升王大宝的时候 两人年纪都有那么大 这根独苗那是真的心疼得紧 不要不要 妈 我同学都在后面呢 别这样 人家会笑话我的 大宝说得对 他都几岁了 王长根将炉子里的烧饼拿出来 你赶紧招呼同学进去坐 爸妈可都把桌子收拾好了 好嘞 王大宝赶紧转身 对着身后跟着过来的同学 来吧来吧 都进去坐 小店内一瞬间热闹起 来来来 插肉吃 谢谢叔叔阿姨 我最爱吃你们家烧饼啊 味道真好吃 时期待着夏清宵赶到的时候 已经算是最晚的一波了 银雅 林银雅齐震徐纯纯和铃园四人也终于到了 纯纯过来 我给你留了位置 不着急 咱们坐着慢慢吃 徐纯纯这回修得赶紧拉着铃园就往里面 走吧 咱们坐一起 小店里嗡嗡嗡地闹成一团 烟火气十足 烧饼来了 一时间 整个屋子里都沸腾了起来 时期这时候才反过来 这烧饼不就是上辈子封你全国的王纪牛肉烧饼吗 王大宝真好野心王 重生一世 时期第一次露出了这么惊讶的神情 这是王纪牛肉烧饼铺吗 对啊 开了十几年了 真的太好吃了 时期看了一眼手里的烧饼 啊 烫 慢点吃 没人和你讲 我吃的慢着呢 你看齐震 他都吃第二个了 慢慢吃 这个也是你的 时期吃完手里的烧饼 就找了个借口起身离开了 叔叔 阿姨 啊 是不是饼不够吃 这里还有 我给你呢 不是的 我吃饱了 阿姨 叔叔 你们的烧饼很好吃 有没有想过开连锁店铺 这问题跳跃有点大 以至于谢兰芳和王长根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 嗨 这事我早就想过了 但是你阿姨不同意 我也没办法 你叔叔这个人呢 野心大 总是想着开连锁店 让他的祖传手一发阳光大 可是我不这么想 现在大宝刚好在一中上高中 我和你叔叔虽然正的没那么多 但只要能够照顾好大宝就行 再说了 你叔叔前几个月刚刚做完心脏手术 基本不能着急也不能干重活 这样不也挺好吗 还要搞什么连锁店 那不是费事吗 十七摸了摸下巴 撕称着开口 阿姨 你有没有想过 大宝他以后不管考没考上大学 都是要离开这里的 他会结婚生子 如今房价和物价飞涨 你们手里的资金不见得能够支撑得了他举其生子 而且叔叔也说这是他祖传的手艺 传了好几代 大宝以后万一有自己想法 不愿意回来继承这个牛肉饼的手艺的话 难道王继牛肉烧饼这个招牌就让他消失了吗 叔叔阿姨你们舍得吗 十七的声音很轻 却每一句话都点在了两人的心开 不知道叔叔阿姨愿不愿意听听我的想法 听见十七的话 两人几乎是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了十七 想要开连锁分店 并不一定要叔叔阿姨自己去外地运作 你们大可以直接招聘店长 然后以缴纳资金分成的方式来开分店 等到全国连锁店多了 品牌站立起来 到时候就轻松了 你这想法我也想过 但是这卤牛肉是我们王家传承了几百年的配方 一旦开了分店 配方肯定也要缴纳出去 这样的话岂不是就被窃取了吗 叔叔 配方的保密实际上很简单 只要你直接成立公司 将配方调料流程生产 所有的配料名字全都换成编号管理 重量的把控之后 只有研发人员和采购人员了解 至于一些比较复杂特殊小料 更是直接可以碾碎又或者是混合在一起 以复合原料的形式进入生产车间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实现配方保密 而且现在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卤制品公司 都用这种方法 听到这里 王长根和谢兰芳对视一眼 彼此都很震惊 可是要是开公司的话 再加上你说的车间设备什么的 岂不是要很多钱 17把写好名字和电话的指导 递给了谢兰芳和王长根 这是 这是我的名字和电话 如果叔叔和阿姨决定开公司了 就打这个电话找我 启动资金我出 叔叔阿姨以卤牛肉配方入股 我们各占50%的股份 您看怎么样 17是吧 你说开公司 那你知不知道开公司得多少启动资金啊 起码100万 可能还不止 你才几岁啊 这个玩笑可不能乱开 不管是100万还是1000万 我能拿出来就是了 叔叔阿姨你们好好考虑 想好之后就给我打电话 17说着 也不顾两人一联盟 转身看了一眼下成销 纯纯好吃吗 吃饱了吗 好吃也是叔叔阿姨做的 和你又没关系 那我手艺可不比我爸妈的差 下次有机会 我做个烧饼给你尝尝 保准好吃 不而香 周围一群人顿时笑着情人 我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你就吹牛吧 王大宝 就你的手艺 别把人徐晨晨毒死就算好了 去你的 王大宝环顾了一眼四周 都吃饱了没啊 没吃饱锅里还有 吃饱了咱们好去唱歌 那肯定吃饱了 叔叔阿姨做的烧饼这么好吃 今天都吃成了 怎么了 吃饱了 我都说了我没有那么能吃 你还不信 王大宝这会儿正在招呼人去对面街道上的KTV 夏青霄原本不太想去 但是吃了人家牛肉饼 又不太好扫兴 然而 还没等他迈开步子 忽然手上拎着的烧饼被夺走了 你 你干嘛 他 他 居然在吃我吃了一半的烧饼 十七这回正将手里的烧饼送进嘴里 似乎是察觉到夏青霄的视线 怎么了 那 那是我吃过的烧饼 原来你还没吃饱 还要吃吗 十七却好似没听懂夏青霄话语里的重点 那 一人一半 夏青霄一张脸顿时更红了 这人 重点难道不是那烧饼是我吃过的吗 十七居然就这么吃了 那不就相当于和我间接接吻了吗 就在夏青霄疯狂的脑补时 好像 你 你流氓 是 夏青霄羞的狠狠一肚脚 转身就朝着人群跑去 王大宝今天是兽星 再加上自己喜欢的女孩也在 一时之间豪气上涌 他不仅喊了一堆的果盘 居然还上了十几瓶啤酒 这酒都上来了 怎么着也得玩个游戏 搏个踩头啊 不然的话就这么干喝酒 谁喝得下去 对不对 说的就是啊 这样吧 咱们想个游戏 输的人喝酒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赞同 今天不尽兴不归 一群人的情绪顿时被调动起来 我是班长 那就听我的 我刚才看了下 别的游戏规则太多 又麻烦 咱就玩真心话大冒险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怎么样 行啊 我赞同 真心话大冒险我喜欢 要玩就玩自己点 王大宝兴奋的站了起来 然后目光灼灼地看向了徐纯纯 我要和纯纯一坐 王大宝刚一说完 就有人起过 去你压的王大宝 人纯纯才不会喜欢你呢 王大宝这回不管不顾地 坐到了徐纯纯的身边 其他人也自由搭配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玩游戏了 这游戏有个前提 可不许耍赖 玩得起就完 玩不起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班长 你就别废话了 开始吧 大家都看着 这啤酒只向水 谁就喝酒 男生啤酒 女生果汁 啤酒瓶打着圈 夏清潇这会忽然有些紧张 偷偷地抬头看了十七夜 等到缓过神来的时候 酒瓶已经停在王大宝的方向 王大宝拿起一瓶 然后咕咚咕咚喝完 王大宝 你是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 我选择真心话 行 那我先来问你 你问呗 王大宝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啊 这个问题问完之后 王大宝一脸认真地看着徐纯纯 王大宝 你 你不许说 王大宝却认真地摇了摇头 纯纯 你总是不让我说 但是我还是要说 咱们初中开始就是同学 我见到你的时候 你插着小辫 看起来真的可爱极了 我喜欢你三年了 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喜欢你 你现在不接受我没事 以后你肯定会嫁给我的 王大宝 你可以啊 你小子果然不错 有勇气有担当 我急证第一次觉得你真特么像个爷们 徐纯纯这会又气又凶 气呼呼地说道 不理你了 王大宝挠了挠头 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里做错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说了 纯纯都害羞了 好了那我们游戏继续吧 啤酒打着圈 大家都紧张地盯着瓶子 酒瓶终于停了下来 瓶口的方向指向了十七 十七 你是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十七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十七拿起啤酒 仰头喝完 柠檬精 你说你喜欢什么 我说我喜欢柠檬精 所有人都一脸猛 反应过来不认识 唯独夏青霄愣着 这不就是我白天和林茵雅说的话吗 可现在十七居然说喜欢柠檬精 他这算什么 告白吗 游戏还在继续 夏青霄却再也没了心思 大家一直玩到了八点 好了好了 今天在这里聚一下也算是尽兴了 明天早上还得起来上早自习 是英语早自习啊 大家都可以散了 完蛋了 英语单词还没备 明天铁定就是要抄单词的节奏了 一群人说散就散 夏青霄脑袋还有些晕乎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还不走 班长 下雨了 今天出门的时候都还是晴天 现在突然就下雨了 你们有几个人带了伞的 我带了 我也带了 这也太少了 这样吧 你们自己找找看 距离自己家里比较近的就送一送 男生的话就直接冲吧 说完几位男生就冲出去 冲啊兄弟们 看谁先到家 回家吃鸡剑 王大宝第一时间就冲回了家 拿了一把伞过来递给徐纯纯 但是徐纯纯还在生气 并不领情 躲在陵园的伞底下就走进了雨幕里 早知道听妈妈的话就好了 夏青霄撅起小嘴 懊悔地嘟囔了一句 现在身上的钱又不够打出租的 要不问十七借一点 夏青霄看向了十七 十七 我 还没等夏青霄说完 你放心 我会送你回去的 不是 我不是让你送我回去 我是想问你借钱打车 十七并没有理会 转身看向了王大宝 大宝 能不能用一下你的伞 王大宝被徐纯纯拒绝证 心灰意冷 看到那伞就烦 你拿去吧 十七看着王大宝有些勇气无力 你很喜欢他 是啊 那你想不想学会怎么追女孩子 王大宝听见这话 总算是来了精神 什么方法 你快点和我说 十七你要是真的能够帮我追到纯纯 我家烧饼以后你随便吃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 这样吧 明天去学校 我告诉你详细计划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 我保证他会和你在一起 王大宝对着十七也走 那行 我就信你一次 我王大宝说到做到 只要你帮我追到纯纯 我家烧饼你随便吃 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走吧 雨落在散步上发出 噼里啪啦美妙的声音 忽然夏青霄眸光一亮 彩虹 什么 雨声太大 十七没听清 下意识地朝着夏青霄凑了过去 夏青霄条件反射地转头看了过来 啊 你 你干什么 夏青霄一只手捂住嘴巴 盯着十七手足无措 出闻吗 这两个字戳痛了夏青霄 可是十七这么问 夏青霄只能耿着脖子否认 才 才不是呢 现在谁还保留出闻啊 那也太老土了吧 那你出闻给了谁啊 夏青霄低着头 才不要告诉你 说完之后夏青霄就往前走 身后十七撑着伞跟上 等到了 两人走到夏青霄小区楼下的时候 雨水已经渐渐停了 我送你 不用 我妈妈在家等我 我能自己回去 好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十七伸出手 在夏青霄的脑袋上揉了揉 明天见 夏青霄身子往后一河 朝着电梯楼里跑去 明天见 一直等夏青霄进了小区之后 十七才转身往回走 车子还停在烧顶部 十七顺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了 今天晚上是十兰的长膝肉切除手术 虽说不是什么大手术 但是因为上辈子的阴影 十七还是决定亲自去守着 十七收拾好东西正准备出门 却看见客厅里有一个人影站着 十七没心意跳 虞浩宇 你站在这里干嘛 我要和你一起去 十七这才看清楚 虞浩宇也拿了一个大书包 估计也装了不少东西 我去医院守夜 让叔叔回来休息 你去干什么 别添乱 在家里好好睡 医院里睡不好耽误上课 收着十七就往外走 虞浩宇虽然什么也没说 但是已经跟着十七出来了 这小子 性子和我一样讲 把门锁了 要是记得带 还有你说 虞浩宇声音中带了一丝愉悦 随后两人打车去了医院 你们怎么来了 我来换你 叔叔你公司是多 总守着也不行 我来守一个晚上 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我来看看阿姨 十岚这会正躺在床上 听见了两人声音 赶紧坐了起来 小七 小雨 你们怎么来了 虞浩宇脸色胀得通红 半晌才开口 阿姨 你赶快好起来 公司里的事情 不用你操心 十岚这会眼眶都红了 阿姨肯定会养好身体的 小雨你不用担心啊 今天晚上还是你们回去吧 等会就要做手术了 我自己照顾着比较放心 公司里的事我交给副总了 等到手术做完了 术后护理我会请专业人员过来 你们就更不用担心了 今天晚上我来也行 我 就在十七准备开口 要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主治医生带着一名小护士 朝着病房里走了进来 患者石兰 病床号45398 长膝肉切除手术 对 没错 你放心 就是个小手术 我亲自煮刀 两个小时就够了 你们在手术室外派一个人守着就行 风险不大 三人原本还有些紧张 听见医生的话 心里的石头也放了下来 石兰被推进手术室后 三人在门外等着 沉默不语 直到这份静力被一个声音打破 余纵 你来这里干什么 最近公司这么忙 悬长指的事情都还没处理好 你瞎跑什么 余纵 这件事那真的是不来挥报不行了 你把这件事交给死起 这的门外恨 你知道他把公司第一次牵到了那里吗 主管说着 手里猛地拿出来了一份文件 递给了余光 余光手里拿着的这份文件 已经是正式合同了 余纵 你看看这地质炫的 红兴村 这的尿不拉似的地方 咱们怎么能把唱字 选择在那的地方 余光撕衬了片刻 选址的事情我交给了石棋 那么他选在红兴村 就有他自己的想法 你不用来我这里告状 听见余光的话 主管一瞬间愣住了 本来这件事斯诺夫则的 能够从中简恨恨老到一臂 客死于纵 忽然将这件事交给了石棋 这不就相当于端那的财路吗 站在一旁的石棋 这时候终于开口了 红兴村会拆迁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都多少年了 散返两次都舍红兴约柴 妹子都绕过去了 现在怎么可能说柴就柴 你以为你死领道 你说柴就柴 余光虽然也不相信 但是这回合同都签订了 他白白手 事宜两人都别再说了 小七 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没有哪里听来的 是我自己分析的 前段时间 市政府旁边老小区出事 燃气管道爆炸 很多机关单位都受到波及 这件事 叔叔你们应该已经听过了吧 市政府在原来的位置 已经待了80年了 房子早就淘汰老教 再加上周围交通不方便 搬迁是迟早的事 而且不仅仅是市政府 就连边上的小学还有医院 全都要搬迁 放眼看去整个江城 能够有这么大块地方的 也就只有红兴村了 十七说完 余光和主管两人都愣住了 主管这回还想再说些什么 余光皱起眉头 挥手打断了他 好了好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虽然红兴村不是第一理想的长治 但是选在那里也不是不可以 你没必要来我这里告状 而且 我认为小七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地方如果真的有政府搬迁过去的话 带动的将会是周围地皮全部上场 到时候一旦补偿或者卖给开发商 那得到的好处就十分可观了 主管这回就像是吃了苍蝇 兴兴地离开了 两小时的时间总算是熬过去 忽然于耗于寒了 阿姨出来了 石兰 石兰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石兰掉了钱嘛 意识虽然有点清醒了 但发不出准确的声音来 手术半小时后 主治医生来了一趟 幸好是连带着那段小肠 全都切下来了 刚才我检验发现 那肌肉末端已经出现轻微的癌变趋势 真是庆幸啊 虞光疑了 情绪有些激动 太感谢你了医生 这是还真不能感谢我 要谢就谢谢那小孩 上次是他和您太太过来检查的 您太太原本不打算做手术的 是那小孩坚持要做的 不然的话 这癌细胞一旦扩散可就麻烦了 好吧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你们要是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打电话给我 或者是找护士都可以的 行行行 医生谢谢你了 余光看向十七 叔叔 不用谢我 她是我妈 十七还是在医院里熬了一个晚上 叔叔 我先去上学了 十七 你路上小心点 早自习教室内书生正正 十七有点不对劲啊 一早上都没和我说话 夏清潇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十七 十七 怎么了 你在干嘛 背单词啊 可是你看的是历史书啊 夏清潇这回算是看明白了 十七这是在走神发呆 上午三节课 十七都在睡觉 下课后夏清潇飞快扫了一眼四周 发现没人注意到这里 十七 十七 十七睡得正香呢 梦里的十七 还是上辈子三十岁的时候 她为了公司更好发展 被迫去认识和忍受一位骄纵 完后 高傲的富二代小公主 结婚那天 十七心死如灯面 她觉得这一辈子 都无法再找到一个和她真心相爱的人了 就在这时耳畔传来软软的声音 十七 十七 像是有人在喊她 夏清潇穿着一身白色的婚纱 站在了她的面前 清潇 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我都要和你过完自己的一生 十七伸出手 一把将夏清潇给揽入了怀里 夏清潇原本只是想要喊醒十七 却没想到十七会忽然伸出手抱住自己 夏清潇 这时候十七终于醒了 十七 你 你先放开我 十七这才发现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抱住了夏清潇 十七 怎么了 夏清潇决起来 别开脸蛋 我还以为你生病了 怎么 抱一下就生气了 哼 谁生气了 我才没这么小气 十七还想要再说点什么 这时候上课铃声响了 说好的 今天听写 现在都赶紧把书收起来 被我抓到抄袭头看的 一个单词抄两百遍 老师手下了情啊 我们这单词才背了两天 好难啊 是啊 念都没念会 更别说木写了 你们一个个的 别给我得寸进尺 本来昨天就要听写的 我已经给你们拖延到今天了 不听写可以啊 那就一个单词抄五十遍 乐容说完 下面顿时哀嚎声一片 不要啊 好了 我开始了 今天一早上十七都在睡觉 听写英语单词 它能行吗 夏青霄想了想 医生对十七说道 等会儿我会把本子拿过来一点 看不见的话你可以问我 乐容这会儿已经开始报单词了 快点看 十七这回总算是明白过来 好了 夏青霄不仅仅忙着要将英语单词给十七看 更是还得给后面的林茵雅看 好了本子从后往前收 赶紧的都停下笔 现在这么积极 早干嘛去了 本子收过来以后 夏青霄总算松了口气 这次听写了十五个单词 对九个就算及格 我也不知道能对几个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没看错 肯定能及格 谢了 嘿嘿 不用谢 上午的课很快就过去吧 十七正在纠结吃什么 忽然想起了昨天和王大宝说的话 于是朝着王继烧饼铺走去了 王长根和谢兰芳看到十七来了 赶紧对还在里面吃饭的王大宝喊了一声 大宝你同学十七来了